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九叉 我是Noray 那我們就緊接著來錄製第二部副盤影片 那我們這一週的影片是比較多一點 對比較多一點 那我這一次也是隨便找個10檔 也不是隨便找10檔 因為我們總共這一個禮拜要講 大概就是 欸三四十檔左右 然後我們這一部是從台半講到這個利瑞 對因為剛好把它給看完結束 那如果說你有想要復盤的個股 都可以在 看你想要在哪一部影片底下留言都可以 對那或是說就是去加IG 那IG就是一個 呃不用打開 Youtuber啦 就看自己 對看自己方便 那如果說想要直接留言在YT下面也可以 好啦如果說想看大盤分析的話 還是去看禮拜五的這個8.8那部副盤 好啦我們就直接來講這個排半到利瑞吧 然後呢目前的盤子一樣先講一下 就是我認為就是反彈啦 對反彈大家當然很開心 不過呃還是要找自己看得懂的個股 那如果說我自己認為說 這邊有一條下單趨勢 或是說有壓力壓著的話 那我就盡量不做多 那我要去做多的呢可能是 譬如呃就是 我離我現在價格離上面的壓力是還有一段的 對還有一段這個利潤的空間的 我們再去考慮做多 對或是說你就是真的就是買支撐 然後賣的壓力 就看自己怎麼去操作 盡量不要去追啦 盡量不要去追 那當然你要去追也ok 只是在於說你要有停損的這個想法 你一定要有 否則如果說這一波反彈結束了 那有可能又再往下跌 對這個國安基金守不住了 又再往下跌 這個情況也是有可能發生 那如果說你想知道 目前大盤我會看向 哪一檔個股的話 就去看那部復盤吧 就是主要看我們的 這個最 呃影響這個指數最大了吧 就是看一下他的壓力 還有多少點可以去上漲 我們看一下台半 台半這一檔就一樣簡單看 他就是偏空 對其實從 底部上來我們就偏空去看 看大了 對那目前呢 因為他其實就是有這個 投信在買嘛 那投信一樣 在近幾天都是小小買 當然如果說他突然來個大買 也有可能會突破上去 那當然價格上 如果說你覺得你怕 你害怕這個 呃這個價格會不會被投信買上去 你就不要做進場 對那如果說你覺得我還好 我不太怕 對我可能就是 我可以空他這個範圍 然後我 利潤我抓兩三塊我就走 對我走一個 就是比較這個短操作的空 那當然也OK 或是說你想要放個波段 我就覺得說 我就是放到80 那你有種你就 你就把我蓋到80 讓我走 然後如果說沒有辦法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賺到60 對不對 那整段的這個 呃這個盈虧比 自己去計算好 所以說 整體是偏空 不會說做多 除非說要越過去啦 但越過去還是有下降趨勢線 所以目前搞不好就是慢慢橫盤 橫到下降趨勢線到啦 欸搞不好一起雙壓就下去了 好看一下群創 群創這一檔其實目前看不到他的底啊 他的底我覺得也不要去猜測 對不要去猜測他的底部到底目前猜哪邊 因為他是一個順勢的一個 下降通道一直往下跌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去 呃去做進場 我認為還是要等他 他自己打一個底吧 目前你去接 我覺得 都有可能接到地板價格啦 那當然你如果說你覺得這個五六塊 你都還可以接受 那你就去接吧 對那就去接吧 然後目前看得到的一些支撐啊 要嘛一定就是十塊會撐住 基本上很多都會在十塊 再來是九塊八塊這邊 都是有看到一些撐住的跡象 不過目前還沒有撐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就 持續看下去吧 看他會跌到哪邊 好看一下滑太 滑太之前也是 其實前面這邊有點凌亂啊 他的一些支撐壓力的位置 這邊壓力有點凌亂 那那時候是主要找這個 幾根有防守的位置 就是這邊 大概就是抓17到17.5這個範圍 那這邊也確實是有做 大概兩週的一個橫盤整理 所以說目前呢 第一嘛 他快遇到這個限戰趨勢線 那一定有一個壓力 再來的話就是 他反彈到大概17到17.5 這邊又一個雙 雙重壓力 所以整體這邊是比較偏空看待 那你要做多嗎 你要做多也OK 只不過 對 只不過我的建議是 等待下降趨勢線越過去啦 你在底部這邊做多的話 對 或是說真的價格有到15 然後 這邊底部 然後去 賭賭看 搞不好這邊真的有可能進行一波反彈 只是在於說 他下降趨勢線也到了 所以 有可能價格就這樣被他 可以壓下去 好我們就再看下一檔 滑斧 對滑斧 我們這個會員群組裡面 都說他很強勢 然後 然後IG的限制中台也有人說很強勢 那 我自己的看法是啦 40到12 反正就是說 40是曾經的 支撐 然後轉變變壓力 所以可以空 再來的話 這是抓一個範圍嘛 他 如果說頂到 這個 上面這個上升趨勢線的位置 一樣可以空 然後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整體還是比較偏空去看待 他的反彈是 拿來這個 當作這個主力的逃命吧 然後是 我們搞不好可以介入空方的一個位置 我覺得他壓力還是偏重 對 那當然你可能有另外的想法 那主要抓42是因為 他這邊裡面 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根這個K棒 這邊碰觸到的低點 是曾經的支撐 跌破 這一根一次跌破了 這個40元 42元 然後還有上升趨勢線 之前整體是看他走一個 上歇形態 對 上歇形態 所以給大家看 走一個上歇形態 那目前呢 在這一周結束 對 禮拜五 今天反彈到這個位置 那會不會下周又往下跌 這情況也有可能發生 反正就是我比較偏空看待 那當然如果說你偏多的話 你就對付過吧 你就儘管去做多吧 然後沒有任何的 這一個 想法 好 那再來特別講一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我很常說的 呃 你要在他跌破的時候 順勢直接 呃 算是直接做空 對 你是比較偏右側交易的人 你就順勢做空 然後隔天可能就會往上趕 那如果說你的比較偏左側的人 是怎麼樣操作 等他跌破 確立跌破之後 像這根應該是確立跌破了 對不對 他大概拉出一個很長的 這一段 這個實體的這個棒 好 然後呢 返回來 防 那個 這個上漲回來之後 往下 對 上漲回來這個地方去做空 那 你可以說 誒這個地方剛好他就是開盤開過來 沒錯 這個 這 我們左側交易的人 就不會去空到 對 你可以發現說 你就不會去空到 因為他基本上跌破之後 隔天直接又回來 算是一個假跌破 又回來 對 可能盤勢比較好 誒又回來 反正就是 這天是什麼時候 這個國安基金進場的第一天嘛 所以說一些個股就開始有一點 誒 蠢蠢欲動 然後後面就拉上去了 所以說 呃 各有各的好處啦 那反過來說就是在這天跌破 國安基金沒有進場的話 我覺得他這一根 應該就有可能就直接向下往下跌 對 所以 我都會說國安基金是進來搗亂 呵呵 做空的人搗亂 那做多的當然是爽 然後基本上大部分的 呃 這個 操作股票還是做多啦 所以大家應該是比較開心一點 好 那一樣就 這檔看空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中探針 之前的話 這個線圖是這樣畫啦 這主要就是 畫出了 目前是守住了這個上升趨勢線 主要從這邊開始 兩個點 三個點 四個點 對 那目前的走勢是 我們切成另外一張圖來看 他是走一個 比較強勢的下降趨勢線去受到壓力 所以 基本上 如果說下周沒辦法去突破的話 有可能就會反向被壓在這個底下 那 反向被壓在這個底下呢 你到上升趨勢線可不可以做進場 我認為一樣可以 但是一樣就是自己抓好這個停損價格 對 你可以抓到這邊的低點 跌破 我就走 對 就是 蠻常在我 如果說抓這個上升趨勢的時候的一個停損價格 就是他跌破 他 他底是 53.6 我可能是 53.5 或53.4 跌破我就走 那 當然 我的價格一定是買在上升趨勢線附近 對 盡量買在附近 可能買在54.5 55這邊附近 但是他整體是一個比較走 呃 稍微 受到壓力偏重 所以 你在這邊做單的話 他拉到下降趨勢線 如果說他 下週一又回跌的話 代表說這個下降趨勢線是非常 壓力偏重的 是有人守在這邊往下壓 所以 真的買在這邊的話 拉上去 下降趨勢線一定要出 對 一定要出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他整體是走一個 下降的格局 就是你看他的每一個底 拉上去不過高 底又更底 那再來拉上去 又不過高嘛 然後 這邊往下跌 那目前這波反彈 如果說他被壓這個位置 而且沒有過高 沒有過這邊前高的話 基本上他的壓力 他的這個趨勢 他的走勢是非常 這個 比較偏空頭 所以說 搞不好真的跌破這個位置 可以 呃 反向去做空 那當然這個 就 比較困難一點 因為 他整體是上升趨勢 所以他做空的點 有可能後面又回拉上來 這個 樣子 對 所以說 我們就 只做多吧 那做空看自己個人 等他跌破也都可以 然後要光照 光照那時候是說 這邊跌下來的時候可以接 然後後面又跌穿 反向變成壓力 往下跌 那這邊 也以為會撐 一樣 灌下去 對 那時候盤子非常非常的差 灌下去之後 那你就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我分析錯 我自己覺得是我沒有分析錯 因為 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做反彈嘛 所以說理論上這個位置 應該也是做反彈 而且呢 而且他反向下來的時候 如果說 一樣啦 同一句話 國王基金沒有做進場 我覺得整體都還是偏弱 對 到這邊應該會往下跌 到這邊應該會往下跌 我只橫盤而已 所以說基本上很多這個空方 全部都被這個國王基金給搗亂掉 對 那 這邊其實就是 有一個想法 就是目前的一些在下降趨勢線底下的 盡量都是 選擇觀望 你看他這個突破之後 你要去追 也OK 那你追完之後 疊下來你不要慌 對 你要在這邊再做加碼 對 他不疊破前滴嘛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行情喔 如果說他疊破前滴 會不會有這種行情 有 然後再反彈拉回來 那個結構喔 那個結構叫什麼 那個結構就是一個 算是頭尖頂的一個結構 對啊 有可能走斷的結構喔 對啊 只是 當初這個位置 只是這個位置 反向 剛好越過下降趨勢線 你做進場 跌到這邊 你做這樣嘛 結果他往下跌 這個情況也是有可能發生 只在於說 你要去看得懂 對 你要去看得懂 目前到底怎麼走 然後你覺得說 你在哪邊做進場 你就OK 像 這邊目前 當時候我絕對不會在這邊做進場 因為我們自己就抓 壓力就在這裡嘛 對不對 所以說 要做進場 也是等到他越過下降趨勢線 加上呢 突破回踩 再去做進場 或是突破去做進場 看你是要右側還是左側 對 所以說 基本上 這邊 越過去一定不會做進場 會去做進場的點 就是拉這個地方 但是 誰知道國外基金會不會做 會做進場 7月13號國外基金 做進場之後 這一檔也是有醞釀情緒 又往上拉 所以目前要拉回去七死 就是七死就是他目前的一個 防守位置 而且 拉到這個大概八死左右 這邊是一個 多方的指引位 那要不要空呢 我覺得 看自己吧 因為我覺得他的壓力 可能沒有到那麼大 但是又有壓力 只是一個短壓 真正的壓力應該要看他95的位置 然後看一下雙紅 雙紅呢 那時候一樣 說前面這邊是低點是直撐 然後一樣嘛 曾經有撐嘛 對 沒有講錯 但是跌破了 然後呢 這是開板 又開低往上走 來個假跌破 目前非常多 如果說 主力這樣玩的話 基本上就是 就是把一些 看支撐壓力的玩死 但是我們要怎麼做 當然 我們就盡量找一些 呃 比較多個主力去做進場的吧 就是不要只有單一個 然後單一個可能就會鬧事 可以玩這個線圖 對 那目前的情況是 呃 有到達了 從最高位下來 中間位置的下降趨勢線 抵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到底可以做空 因為 我們拉過來的話 可以發現說 這次地方好像是 剛好突破了 像昨天已經突破了嘛 那我們之前找的位置大概 1 165左右 然後他收盤說 168 但是如果說 我看到這樣的格局的話 可能就先選擇不動作吧 或者是 去做空 對 那 看自己吧 你也可以說 哦 他是怎樣 有回來測啊 昨天突破 今天回來測 然後可以做多 對 那 看自己啦 我自己覺得 呃 如果說剛好下降趨勢線卡在這個位置的話 應該是必須去等待一兩天的行情 至少先讓下降趨勢線去越過去嘛 就是消化完結束了 這個阻力 哦 確定沒有在看這個下降趨勢線之後 我們再在165附近再去做單 那做單會抓到哪邊 我自己會抓的 可能你是抓到前高點附近 185這邊就開始慢慢的停力 那 當然你要全部停力 停力一半都是自己 個人的 這一個 方式啦 你也可以說 哦 停力一半 然後等他後面往上噴 好 看一下美食 美食目前的一個情況是 他從這個高位下來的下降趨勢線 目前是 這邊有守住一次 今天守住一次 不過我在思考的是 可能真的 升級一條 這個 嗯 資料 這些資金可能 你會回流到這個半導體 因為今天半導體其實 就長勢的 真是還蠻兇啊 主要也是長一些 像大力光也長上去嘛 好 那主要呢 就是 目前底下有一條上升趨勢 但是我們原本看的是比較偏強勢的 這一條 對 然後呢 比較不強勢的是這一條 整體的 那目前快到疊到整體的 所以 呃 如果是我的話 在他疊破這邊 會考慮去做出場 可能疊到一二五這邊吧 所以目前是一個人多重支撐去撐住 對 但是下面 上面有一條下降趨勢線嘛 我畫下來這個下降趨勢線 所以 在經過的一兩天 應該會有行情的轉折 對 要嘛就上去 要嘛就下去 所以 就一次來的痛快吧 對 只能這樣說 那 當然 希望做多的是上去啦 那做空就往下 不過應該基本上大家應該是做多啦 所以 還是希望他上去啦 那 可能就是 直經從這個半導體 撥一點點過來 讓他上去吧 對啊 因為 可能是禮拜一 禮拜二可能就會 有一個行情 除非說禮拜一還卡在這個位置 好 看他這個 撥 若 威 好 那 這一檔呢 主要的話 他左側的這個低點 像他要低點比較難去找 然後呢 我是從他這邊去找出來 他這邊其實進行的就是我剛畫的 很討人厭的 這個什麼 呃 頭肩底部的一個 一個 一個形態 對 所以說 這邊的位階呢 在 應該說在今天剛好是遇到下降趨勢線去卡住 然後開盤 就 就是 就是往下跌 對往下跌 所以說 感覺上是真的有人刻意在這地方壓盤 所以感覺上是有 那 如果說你 想要做多的話 我 建議 我比較建議的話是可以在這個區域去試試看 就是反正這個位置去試試看 那當然 一樣都有風險 什麼風險 他有可能跌到這邊 40這邊 對啊 所以說 整段來說的話呢 目前是維持在 多頭行情 你要嘛 你走一個多頭 你在這邊做進場 但是呢 又有一條下降趨勢線 所以 這邊很煎好 你要嘛 就等待越過下降趨勢線 再回踩 上升趨勢線做進場 要嘛 等他跌破 我覺得認為 因為他這個地方其實有撐 對 48塊 但是 下面這邊有撐 那就看自己去做確定 如果說你可以沿路這樣接下來 你又覺得說他會反彈的話 那你就去接吧 那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是 就不會做進場 因為 太多支撐了 你不知道要買在哪個位置 對 我寧願等待一個 可能就是 平平的 像 呃 上一部影片講的 猩猩啊 創圍這一種 就是 很簡單的 一目了然 要嘛跌破就走 那 要嘛就上去 然後讓我賺錢 就是這樣子 對 因為之前跌一大段 啊 目前他 這個整個線型都還在做 對 所以說 我覺得他 嗯 還沒越過下降趨勢線之前 就是空嘛 那 越過去就是偏多 對 那當然他拉上來這邊 也有一條壓力啦 對 這邊這個位置 大概55.5 所以說 整體應該是 這邊空 拉到55.5 再空 對 我的想法可能是這樣子啦 對 然後 最後一檔 利瑞 那這檔其實我自己有在做觀察 然後呢 對 然後呢 他其實整體是走一個上升的趨勢 上升趨勢 但是 可以發現說他卡出位置是從2019年 高點 71多 然後 2021年 高點 一樣71多 那 今年 高點 71多 所以你覺得 這邊空 還是多 比較好賺錢 我認為是 空 那 目前呢 可以看得出來他走一個蠻強勢的多頭 所以 去空的話 我覺得有兩個情況 一 他應該會卡很久 然後 二他可能會 假突破 這也是有可能 如果說以目前的盤勢 再延續 上去的話 是有機會的 所以你要做多的話 要嘛是 禮拜一禮拜二啊 很快速的跌到這個地方 那跌到這邊的低點 這邊撐住我都還會想要做禁單 那 不然的話 就等他在突破吧 突破是真的要突破上去 當然 他會不會來個假跌破 有可能 那 但是你要說 這個位置直接做空 跟 等他在假跌破回來之後再做空 兩個方式哪個比較好 嗯 其實很難說 因為這邊有可能形成雙頂結構 就下去了 對 但是也有可能這樣子嘛 假突破上去之後 欸 盤整個一個禮拜 對不對 盤整一個禮拜 疊破之後 疊破之後 反向下來 然後再去空 這個位置就 可能真的很確立說 轉空了 但是 你要每天去觀察 然後機會可能 不多 可能不多 但是 就看自己怎麼去操作吧 看自己怎麼操作 要嘛等他突破 要嘛等待他 在下周 一二三啊 趕快迅速回撤 不然的話 其實這邊底部 這邊底部 拉上去這邊的利潤不高 對 因為有可能怎樣 假設好了 今天禮拜五收盤收張 禮拜一往下疊 疊下來之後 等一下 這個是先有點亂掉 疊下來之後 他反彈之後 根本沒辦法 反彈到71 力量都縮小 對 因為這邊套牢的壓力 可能就更大 不知道哪邊到底就是會 反彈之後 開始轉折 又往下疊 對不對 所以說 就 看自己個人吧 他要嘛就趕快疊到 直升點 然後去做進場 他不要再長上去 因為再長上去 所以他壓力套牢越越多人 所以他上漲力道就更難 好啦我們這個 10檔就大概講解到這邊 那剩下的就慢慢講吧 就慢慢講 對就慢慢講 好那一樣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就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